美国路易斯安纳州共和党议员约翰逊 今天在全党支持下 以220票当选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 结束众议院长达22天 没有议长的乱象 约翰逊上台之后 美国众议院随即恢复运作 并通过一项支持以色列的决议 除了10名民主党议员 几乎所有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 都支持这项决议 约翰逊被视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盟友 华盛顿邮报报道 他在特朗普遭到国会弹劾时 担任对方辩护团队成员 也曾经质疑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 呼吁特朗普继续抗争 在乌克兰议题上 他呼吁加强监督对乌克兰的援助 此外约翰逊也反对堕胎 主张限制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的权利 主张限制同性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